首先我们讲一下后面的一个接管的一个情况 首先第一个接口是接我们存水机的一个 我们很直相的一个出水口 这个是接存水机的 这一个的话我们是接自来水过滤后的一个自来水 我们配备有这个过滤器 这个是我们外接的一个自来水水龙头 直接接进来以后通过我们过滤器 然后有一端是引到我们仪器的 自来水进口 还有一端是直接接我们的存水机的原水口 这个接头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需要自己接的 是有三通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管是我们的出水口排水管 仪器这边的话水会流出来 我们一定要注意水管的高度 不能高于我们设备 不能高于我们设备的出水口 一定要低于我们出水口 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能说这样翘起来 假设有这样鼓起来的话 会引起里面的一个异水 正常的话一定要低位 然后我们这个是进气管 直接接我们气泵就可以了 这个是三向四线 三向四线的一根主线 这边的话是三根果线 没有相续区分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个零线 仪器的话需要接空隙开关 不能接漏宝开关 功率10千瓦 我们这边的话即可接地 如果有地线尽量给它接水 安全接地 这是我们煮水机的椅子 我们后面的话需要连接一个原水口 就是接我们自来水 就是我们刚刚过滤过的一个自来水 就在三空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沸水口跟溢水口 直接排到我们下水道 还有一个接恒温恒湿香的一个接口 接到我们设备的一个纯水进口 将水倒干以后我们屏幕在周面上 周面上最好垫一块东西 然后悬松两边的一个锁紧揉帽 将灯管由一侧取出 从上顶部或者底部都可以 只要方便取出即可 然后更换新的灯管 将我们的新的灯管取出以后 还是正常 长的这一端朝上 短的这一端朝下 中间这一部分 都是暴露在我们的一个绿光筒内部的 加密封圈 塞会选 选井 但是这个需要适度的一个选井 两边同时力度把控好 不能太紧 选好以后 我们这边就安装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加密的一个灯管放进来 首先我们先顶到两边的一个锣帽的位置 然后两侧适当带一点锣纹 不可一侧先拧紧 两边要分别拧紧 好 选井以后 我们将上面的一个同租机头套上 然后选井 选到我们用手去拨它 它是拉不起来的 这样就可以了 底部也是一样 拉不下来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机 关完以后 我们打开电源 开始启动 其实需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铁侧 控制开关 是保持打开的一个状态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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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